十点钟一到 科技家们扣抢着看展的民众排了好长一串 不少学生 学校团体光临 爸妈带小孩的也不少 从长征一号火箭开始看起 香港回归20年半科技展 光介绍中国大陆航太科技的展区 就占了5个大帐篷 160多件展品 找来中国大陆最知名太空人 特地到港宣传 民众如虎夹针 这是谁你知道吗 张立文 对自我的航空区市民来讲 来到这个科技展两大看点 一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州一号 他是一比二的模型 另外一个是我右手边的 这个神州十一号 他的这个返回舱可是实体 不只静态展览 现场还有会动的火箭发射模具 VR互动装置 大小朋友可以实际体验 外太空开探索车乐趣 来自大陆的大妈 则对在外太空种出的巨型南瓜 最感兴趣 昨天就很多人 好的 中国政府花了一千二百万打造这个 外国大陆来的 在香港所举办的回归二十周年科技展 展示的主要是中国大陆的航太科技成果 不过来自大陆的朋友就告诉我们 他们在家乡反而没有像这样完整的展览 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 中国大陆是希望利用这一次机会 向世界证明 中国大陆强大的航太科技实力 结果有的刘成词 在香港的采访报道